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在這個Chrome跟火符瀏覽器擴充工具的應用裡面 老實講 這不是擴充工具 但是你的滑鼠應該可以有效率一點 平常各位 你像我在選 像我要把這段文字選起來 你都怎麼選 就這樣這樣嘛 你不累嗎 你累了嗎 我都是這樣子啦 滑鼠按三下 不然你來這裡 這裡 滑鼠按三下 還是你覺得你用那樣比較快 我也不知道 我就這樣這樣 如果你有兩段 就這樣這樣 就這樣這樣 我只會偷懶的 我不會那種標準方法 還是你覺得你的眼力比較好 哦 他對得很準有沒有 因為如果說我們不管是這個 一般的文件也好 其實Office裡面本來就有這個功能 Word裡面有沒有這個功能 有嘛 只是網頁上 因為很多現在我們資料都來自網路上 所以你要找的時候就給他 那麼點一點點一點就好了 金燈殺有沒有整段就選起來 那如果你要第二段第三段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你按住shift啦 金燈殺對不對 再點一下再點一下 有沒有整段就選起來 我是按住shift 那就連續的選起來 就連續起來 那請問點兩下咧 點三下不能點兩下 沒有人規定不能點兩下吧 點兩下 預設的話他會選一個詞 比如說你看 教育部 有沒有教育 他就是他會自動判斷雲加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一個英文 點兩下有沒有就選起來 所以原則上如果點兩下 他會自動選一個詞 可是當然這個詞 他能不能判斷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原則上就是兩到三個字左右這樣子 一個詞他會選起來 那如果你是診斷 點三下 點三下就可以 所以這個沒有擴充工具 只是我覺得 好像大家不但會用這個而已 所以我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還蠻好用的 好 這樣沒問題了 OK